历史上的光武帝真是一个仁慈的皇帝吗 他的仁慈主要是针对开国功勋的 而不是给老百姓的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初中那会儿的历史课本里面有这么一张 说光武帝的姐姐胡杨公主家里的一个小厮 光天化日之下 在洛阳城的街头把一个老百姓给打死了 那在唐唐公主的眼里呢 你要是杀一个豪门贵族那可不行 可是你只杀了一个小老百姓 那就太不是事了 于是就把这个家庭藏在了公主府里面 以至于当时的官吏们根本就抓不到凶手 那这件事要是放在一些懂规矩的官员手里 那自然是有无数种办法去销案栽赃 还能给公主一个人情 没想到胡杨公主碰上了一个硬茶 时任洛阳令的董轩在公主出府的时候 直接拦下了公主府的车马 逮捕了随行的凶手 后汉书的记载说是 驻车扣马 以刀划地 因格杀之 不仅逮捕了凶手 还把公主包庇罪犯的行为臭骂了一顿 最后当着公主的面把这个人给宰了 那皇帝的姐姐自然咽不下这口气啊 跑到皇宫里面去找刘秀告状 刘秀也不含糊 为了给姐姐出气 下令逮捕董轩 然后命令左右用鞭子打死他 临行之前 董轩说了一句话说 皇帝您是因为德行圣明而忠心复国 结果呢 你的亲戚放纵家奴杀害百姓 你将来拿什么治理天下呢 你不用拿鞭子打我 我自己来解决自己 说完就用脑袋去撞柱子 当场就撞得血肉模糊 这可把光武帝给震住了 赶紧让人去拦住他 然后和董轩说 你只要和公主道个歉 这个事咱就翻篇了 但是这个董轩死活也不肯道歉 光武帝面子上就挂不住了 于是就让太监们去压着董轩 让他去磕头 可是俩太监也硬是没有按得住他一个人 死活就是不磕 这一旁看热闹的公主就有点不耐烦了 就对光武帝说 你当年造反的时候 家里藏了一大堆的通缉犯 结果官府的人也没有把你怎么样 竟然你都当皇帝了 怎么连一个小官都管不住呢 太丢人了 光武帝就笑着回答说 天子不与白一同 那做皇帝的肯定做老百姓的时候不一样了 最终光武帝赦免了董轩 而且还傻了他黄金 这个就是著名的强项令的故事 当年还在上中学时候的我读到这 打从心里面就觉得光武帝太英明了 竟然放过了敢不尊重皇亲国旗的小官 可如今我再看这个故事 这打从心里面有点放嘎气 东汉开国才多久 一个豪门家的英犬就敢在都城的大街上杀人 等官司打到皇帝面前的时候 最终的结果也不过就是皇帝想办法 豁了个悉尼 而拒绝低头的董轩 最后还被后患书给编进了库利列转 当然啊 光武帝他不敢和这些轩柜动武 本身也和他自身是依靠这些地方势力的知识 才打下天下有一定的关系 无论如何 这些轩柜都是支撑他皇权的基础 在自身安全面前 肯定不能像朱元璋那样一把大刀解决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也无法完全去指责他 但是这种仁慈也就让无数在当时的老百姓 只能活在新规的阴影之下 甚至那个被无辜杀害的百姓 在史书当中还没有那个家庭的分量大 其实很多时候 对于一个王朝某个时期的最高统治者的评论 是很难做到完全统一的 在明朝的开国功臣以及红武周后期的官员的眼里 那晚年的老朱肯定就是一个疯子 不过当时的老百姓要是听说了哪个贪官被咔杂掉 那恨不得放在几卦边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鲁迅说24时只是帝王的家伙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的历史 大多数都只是当时统治阶级眼里的历史 而更多基层百姓的声音 在这些记录历史的人的眼里 反而变得不重要了 这些记录的声音